近日,俄罗斯高层领导视察李炮发动机公司 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的新型发动机 产品30被正式曝光 目前正处于试飞阶段的苏-57 装备两台117S发动机的改进型 而117S也就是AL-CEF的内部代号 2016年初,俄罗斯空间军司令邦达列夫宣布 未来T50将采用更加先进的产品30发动机试飞 现在T50已经转正为苏-57 而产品30的正式成熟时间也要即将临近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 苏联空军提出了MFI计划 也就是苏联空军的下一代战机计划 由米格公司负责 80年代末,米格1.44技术验证机正式亮相 原计划装备两台新型的AL-CEF发动机 不过苏联解体后 米格1.44与AL-CEF均被断送了后续发展 直到进入21世纪 AL-CEF才开始了进一步的研制步伐 而米格1.44早已掩齐西鼓 然而现在的AL-CEF却与80年代后期规划的AL-CEF截然不同 推力指标下降了很多 苏-35装备了两台AL-CEF发动机 也就是117S 加力推力可达14吨 最大应急推力为14.5吨 完全不符合第四代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指标 苏-57装备的是117S的改进型 推力有所增加 不过可靠性较差 在T-50的试飞阶段曾经两度出现发动机失火事故 一次是在2011年莫斯科航展期间 另一次则是给印度高官进行公开表演的时候 这两次事故沉重地打击了俄罗斯航空发动机领域 乃至整个俄航空界在世界舞台的声望 不过显然俄罗斯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击到 新一代的产品30发动机的加力推力高达18吨 已经超越了F-22上装备的F-119改进型的17.3吨 仅次于F-35装备的F-135的19吨 一旦产品30通过俄罗斯国家测试 表明其是世界上先进性仅次于F-135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 装备产品30发动机的苏-57将拥有更加优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十分适合在广袤的俄罗斯领空内执行防空巡逻任务 自从中国引进苏-35后 关于中国仿制其装备的117S发动机的声音也就不绝于耳 实际上117S除了具备矢量推力外 性能指标并不对加力推力为14.2吨的太行币有太多优势 117S的整机推重比甚至低于太行币 不过产品30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在涡扇15成熟之前 如果中国能引进产品30 将极大提高歼20的飞行性能 使得歼20真正成为对敌的空中利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